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看, 整个地上都是垃圾 做一做访问, 户主突然折返 一开门, 屋内就传出恶臭 闻得全被吹出来 屋内的杂物多得不能关门, 非常狼狈 期间, 析了很多年屈然的叶太 都忍不住要爆了 这股味真的很臭, 麻烦你能关门 这些东西我会和房屋交道 我的房子, 我想怎样又怎样 你跟我说, 这家屋是政府 对吧, 你要理我的感受才行 我没有不理你的感受 你理我的感受就是这样的吗 房厨是处理, 我已经和他们交线了 你这么多年了, 我都会猛 好, 你好, 叔叔 不是, 我们东章西蒙 因为有些户主说你这里有点蟑螂 想看看有没有事要帮你忙 要找一些义工帮忙 想看看要不要 要不要帮你清理一下 要不要帮你清理一下 想来问你 应该没有, 是吧 我们战战兢兢跟着眼前这位赤膊上身 坐着轮椅的叔叔入谷 放眼一看, 顿时真的无盖 地下满布一点点的黑点 都应该是蟑螂的尸体 对吧, 雪櫃门边, 胶袋上面 轮椅背后, 门框之上 都是蟑螂的踪影 垃圾产上面更加是蟑螂天堂 连床都是他们的安乐 如果说这个单位的户主 是蟑螂家族 而不是这位叔叔 也不算过分 有尸… 上尸 很可憐 你都在哪里 你照他死了 你是不是忍不住 他怎么住, 真的 吓死人了, 怕我梦 小凉点不够 遮瑕和清洁 我们打开门 蟑螂都是空屋 天花板也有, 墙壁也有 地下也有, 周围也有 还有它的轮椅铺满了蟑螂 所以我们一看不到就很害怕 所以就走回头 大角咀餐厅食事多, 人流又密集 不过附近一栋大厦的低层走廊 竟然出现了这批不速之客 好像这条片似的 看到几只老鼠躲在角落位置 先视察周围环境 之后穿大摇带摆在走廊出巡 肆无忌惮 有些爬上墙边 有些就一支箭冲过对面 可惜不成功, 无奈接返 五只, 整屋都是老鼠 好疼 不单只鼠患问题严重 就连蟑螂都一大堆, 救命啊 消防后, 长生电线 地下有整排, 蟑螂无处不在 我们去过婆婆单位门口看过 发现蟑螂数量特别多 你看看, 无论是门兵 铁门还是长生都出现蟑螂 就连角落位置都变成蟑螂坟墓 期间有食环处职员 向婆婆了解卫生情况 不过婆婆不肯开门 我们隐约看到单位长生 有一大大的黑色 究竟是什么呢? 而且里面放了不少杂物 A婆婆